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 我就认为 我认为他是习近平福建帮 福建帮反正就是福建帮支持上去的 因为福建帮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福建帮显著的特征好像都提现在川普身上 一个讲就是说一般高 男女一般高 那他老婆就是说 这个夫妻应该一般高 他老婆虽然跟他不是一般高 但是能够有那么高 也是 也算是顶那个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 还有福建帮的就是说 男的要比女的大 大十几岁二十几岁 他好像一直支持这个 那因为我母亲离婚 我母亲离婚就是说 不愿意跟那个玩吧 那个玩吧 大概比我妈大了十几岁 是吧 嗯 其实功耗也是比我妈大了十几岁 是吧 也是一样的 但就是高度不一样嘛 那我妈是支持 我妈是选择公号 当然 他没有资格 他没那个资格是吧 所以他有两个特征 有这两个特征就 我是感觉这个福建帮的意思 我想啊 我当时 川普刚刚上台 我就 有发过视频 有说过 我在视频里面有说过 英文的视频里面也有说过 我英文视频很少 很少 里面有说吗 我说 我说川普是福建帮的人啊 我一直在那里面 我一直这么关联 那个时候 嗯 因为他福建帮就是说 男女要一般高嘛 啊 这个女的一定要非常高才行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 男的要比女的 大的十几岁 越大越好 是吧 这说明女的成福了 是吧 他好像就是有这个特征 嗯 还有 还有一个川普 他家的女儿 是吧 个子很高 是吧 呃 这个我 在我感觉里面 这个乌龟王八是吧 乌龟王八可能就喜欢 因为这个拿来造势嘛 造势 嗯 那 这都是我当初的直觉 我的直觉是这样 是吧 因为 呃 福建帮的 在海外的势力非常强大 非常强大 呃 人家不是在 给我恢复 他是说 公号老婆 在每一个 世界各地的华人街 都有他的耳目 他是这么定性的 是吧 呃 我感觉是这样 嗯 那 他就是 我认为还有一个 他们可能认为 川普是一个三人 比较好控制嘛 比较好控制 那可能 当初 是吧 这个这个福建帮呢 是想控制 川普就控制了 美国 但是呢 事与愿违嘛 是吧 嗯 是他这个 选举的时候 福建帮是对 川普有很大的利益 但是 但是呢 呃 这个不行啊 川普有他的理想 是吧 他有 更高层对他 对他的期望 或者对他的控制 所以川普有他的 我们追求